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视频空间 因为刚刚在这个Q空间发了一条说书啊 我也是作死啊 就是如果有20个评论我就上传一期对决 但是之前拍好的那个银河S和金谷桥 我准备留到国庆节 还有那个赛罗 所以我就事先给大家补这么一个 泰罗和奥特之木的这个对决染胶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哎真的是粉丝太多 他们都要我做视频啊 哎呦求你们了大哥 我做视频很累啊 而且上传也很烦 但是为了粉丝 还是给大家多做几期吧 今天呢是到了三盒 大家应该非常清楚 拆盒视频也跟他说过了 那为什么先把这个给大家更新呢 因为这个明天要发给我朋友啊 这一套的话我已经购买了五盒 就是二手的嘛 这个是全新 所以明天那个到了话 我就不给大家介绍那一款那一盒了吧 这是2007年推出了 这个好像就是当时泰罗的这个皮套吧 奥特之木也是 那这个背景呢是孟比乌斯的这个背景啊 嗯也不知道 合资峰会都是这样 背后是介绍 奥特之木初次登场是在这个泰罗的第一集 然后真正意义上的登场 好像是第二画和第三画吧 啊 好 我们来拆开 这个我还没有拆开来过 因为 这个是我还没有打开过 直接就来给大家做视频啊 嗯 来拿出来 其实本来这期视频我准备不错啊 但是Q空间既然已经放话出去了 如果不做是不是有点太对不起大家了 对吧 然后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奥特之母 其实奥特之母的这个产品啊 我好像真的没怎么去给他更新啊 除了之前的那个软胶 然后好像奥特之母的周边我就没怎么买啊 这个对决我觉得做了一般般 特别是他的头这边几乎都粘在一起啊 这个觉得很丑 背后也有偷色 这个奥特之母当时就不是很看好 买回来之后我就有点后悔 这一套 其实当时应该买那个泰罗队年糕怪兽 那个非常不错 然后他这个胸做了一点点 跟那个38的那个软胶做个对比 我找一找在不在身边 好在这 那这是 这是这个 之前买的这么一个软胶 这个做的就比他来的好 但是价格方案我觉得都差不多 像这么一盒六十几 那单个一盒38 也没什么太多区别 嗯